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利用ABC策略有系统观察和分析问题行为 在问题行为发现的时候我们尝试找出 A. Act Accident Activating Event 前因或者导火线 B. Behaviour 事发时的表现 C. Consequences 行为所产生的结果 接着我们可以配合CDE策略 有系统地配合治疗方法 C. Communication 改善沟通技巧 D. Destruction 转移注意力 E. Environmental Modifications 环境的调色 以下我们会提供7个常见的问题行为的具体个案 并为大家一一分析 三婆患有初期痴呆症 她和儿子、媳妇和外傭一起居住 她常常忘记把东西放在哪里 也经常把一些纸币和传接放在看过的报纸杂志里面 由于她找不到这些东西 所以就经常指责外傭偷了她的东西 以至到非常抗拒和外傭一起居住 我零射射有百米的袋 为何不见 Manilla买菜买了一整个小时 没有来搭拆 让我看看她做什么 还不让我捉到井 我还看不到你,你鬼鬼祟祟 你是不是打斧头 你收了什么?你收了钱吗? 没有啊,婆婆没有啊 你还想不拍? 你昨天替我洗衣服 那袋是否有钱? 没有啊,婆婆没有啊 你以后说没有,你是会扮傻 是她两姑母信你而已 我就不信你了 没有啊,没有啊 这些是什么? 人中病的,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买饭钱找给太太的 太太叫我放在小相片里 太太是什么? 为什么通通散纸? 我一张百元的纸呢? 不知道啊 不见到百元的纸呢? 不知道啊 你们两个在那儿干什么? 婆婆,你看你多大懵 我打算帮你洗衣服 里面还还没拿出来 你不用帮她说好话 我不信她 在问题发生的时候 我们会尝试找出 A, Antecedent Activating Event 前因或者道火线 由于三婆过往的经历 使得她经常有 亲生不如近身前的观念 对金钱十分重视 另外,她的记忆力衰退 经常都忘记了物件或金钱放在哪里 又因为她和外容的语言不通 经常产生误会 B, Behaviour 事发时的表现 怀疑外容偷去她的钱财 C, Consequences 行为所产生的结果 与外容争吵 雙方关系恶化 處理方法 患者多疑的心理和行为 一般都不容易处理 如果遇有问题严重的时候 必须寻求精神科医生的协助 一般来说 和患者的相处 需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技巧 C, Communication 改善沟通技巧 不可以和患者争吵 或者证受患者误会的原因 因为这样做 不但不会减低他们的疑心 反而会令到他们的情绪更加不稳定 应该促进长者和外容的关系 改善外容的照顾及沟通技巧 令长者慢慢接受他们 D, Destruction 转移注意力 多用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和安排适合的日间活动 令他不用把全副心神 都放在寻找室物上 E, Environmental Modification 环境的调色 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地方 让患者存放他的私人物件 例如房门上锁 如果患者和容人同房的话 可以提供一个有所的手提行李箱 给患者 还有其他的方法 扩认他的感受 甚至可以和他一起寻找室 梁叔是中后期痴癌症的患者 他的独生女知道他的自我照顾能力衰退 所以将他送了入老人院 在入院的初期 他未能够适应院舍的生活 所以常常都叫着要回家 亦都曾经擅自离开院舍 最后幸好被警察找回 每个人都在这里看什么 你管我吧 别说了 别说了 來…我都說我女兒回來香港 一定會來接我走的 來了…我女兒來了,來接我回去 梁叔,你去哪裡? 我趕時間,我女兒來接我回家 我們明天再請你喝茶吧 就這樣吧,麻煩你,姑娘 梁叔? 你哪位? 細妹叫你來自我嗎? 她人呢? 我去看看她吧 為甚麼?她回到香港 不親自來自老爸回家? 她好忙嗎? 我不認識你的 不用了,隨便吧 回去再說吧 我不認識你的 先回家吧 阿嬸… 梁叔,我是嫉女 為甚麼你亂承認 明明是我女兒,為甚麼是你的嫉女 不是,別吵了,別吵了 回去吧,好嗎 你再去,這樣也有 別吵了 還是回家吧 梁叔…你聽我說吧 在問題發生的時候 我們會嘗試找出… A,A,Attescendant Activating Event 前因或道火線 患者不適應院舍的生活 經常都掛著女兒 而職員和院友對梁叔 亦有不諒解的態度 經常習備梁叔的行為怪異 又因為梁叔的認知能力衰退 而錯認其他人為自己的女兒 加上面子的問題 不肯承認錯誤 B,Behaviour 事發時的表現 經常表示要離開院舍 和女兒見面 C,Consequences 行為所產生的結果 當職員阻止外出的時候 會發脾氣和罵人 梁叔,你不用擔心 在這裡沒有人理會你 在這裡住很安全 大家都住得很開心 其實你女兒很關心你 不過剛好現在在外國出警察 還寄了冰露音帶回來給你 不如我們一起聽聽 雖然問題不容易解決 但以下的做法可以幫助患者 減少負面的情緒 和早日適應院舍的生活 C,Communication 改善溝通技巧 即原應該向其他 院友解釋梁叔的心理狀況 希望得到院友的諒解和關懷 可以減少爭執 不要正面地指出梁叔的錯處 建議女兒多探望梁叔 B,Destruction 轉移注意力 了解她的背景和興趣 盡量安排充實和適合的日間活動 使得她不用經常掛著女兒 慢慢地適應院舍的生活 二,環境的調色 把相片和珍貴的物件放在床邊 增加她的歸屬感 最適合她的房間和床位 佈置成像她的家一樣 其他方法 可以播放她的女兒的錄音聲帶 和視像 令她可以安心地留在院舍上 亦可以介紹一位比較聰明和友善的院友相伴 從旁照顧 讓她容易適應 只要環境的配合 職員和院友的友善 都可以使患者一般逐漸地習慣新的生活模式 三婆是一位退休校工 入住院舍已經三年 為人捷劍 經醫生的診斷 她患上了初期的癡癌症 她和家人住的時候 經常不把便利店門前的報紙 當作棄置的垃圾拿回家 因為這樣 便利店的職員亦多次報警處理 她入住院舍之後 這個習慣仍然沒有改 經常把一些垃圾放在床頭 遭到院友的投訴 倫姐…你在這裡找垃圾桶了 哇 一陣味 垃垃垃垃也沒用 你撿來幹甚麼 你就沒用 我有用 我想你年輕未曾捱過虎就頂了 你先看看衣服多亮 洗一下它就可以穿 否則我哪有那麼多衣服換 今天好太陽 我拿去公園仔曬一下它 為甚麼你倒我可以 阿蘭姐在這裡就對了 我幫你等垃垃 誰說是垃垃 阿蘭姐這車都夠了 做紙箱也不能用 誰說不能用 關你甚麼事 我說可以就行了 在問題發生的時候 我們會嘗試找出 A. Attacident Activating Event 前因或者導火線 患者折劍成性 再加上他腦部受損 性格也變得非常固執 不肯變通 B. Behaviour C. 事發時的表現 收集染射裡面的物品 報紙等 不肯丟棄 C. Consequences 行為所產生的結果 令到房間裡的雜物 堆積如山 甚至阻塞空道 容易令人跌倒 好 蘭姐 折劍是好事 不如這樣吧 如果你的東西是有用的話 我們就幫你整整齊齊整理好 那就不用妨礙這些地方 大家都住得舒服一點 不過如果真的沒用的話 就不要放在這裡 到時誰撞身跌倒也不好 你說說就好 好 蘭姐 不如這樣吧 你這麼有空 就幫一下院舍的工友 把每天院舍裡看完的報紙 收集起來交給我 當幫一下姑娘 那我儘管試一下吧 接著我們可以配合CDE策略 以有系統計劃治療方法 Seat Communication 改善溝通技巧 患者收集集物的傾向 經常引起院有間的譏諷 也沒有即成的解決方案 植員需要向患者提供長期的勸道 付以以下的做法 逐步糾正患者的行為 D.Destruction 轉移注意力 多用轉移注意力的方法 和安排適合的日間活動 使他不用把整副心機 都放在收集集物上 E.Environmental Modification 環境的配合 和三婆約發三章 容許他鑄存少量的物品 在他的櫃裡 其他的方法 重新訂立他的生活秩序 不當地加以獎勵和賺取 如果他不願意交出來的雜物 可以用分散注意力的方法 將裝滿雜物的大袋拿走 林伯是中後期痴癌症的患者 入住院射多年 他經常誤認女職員是他的太太 對他們摸手摸腳 又有時在院射公眾的地方 觸摸下體令人尷尬 林伯,我現在替你洗澡 探梅,兒子還是洗澡了嗎 今早他們來探過你 替你洗澡 探梅 在問題發生的時候 我們會嘗試找出 A. Antecedent Activating event 前因或導火線 由於患者認知功能衰退 當職員幫他脫衣洗澡的時候 患者不認為職員是他的妻子 並產生一些性幻想 B. Behaviour 事發時的表現 對職員摸手摸腳 C. Consequences 行為所產生的結果 被職員只為色情人 刻意避開他 而且不願意照顧他 林伯,我在這裡的照顧員譚姐 是照顧你的 這裡是中心,不是你的家 我現在替你脫衣洗澡 梅伯,水暖不暖 林伯,你又認錯了你老婆 我是你照顧員譚姐來 你定定坐雪聽我說 我一會兒替你洗澡 原來你是譚姐,不是妹妹 是啊 我現在替你洗澡一下 接著我們可以配合CDE策略 以有系統計劃治療方法 C. Communication 改善溝通技巧 可以嘗試安排男職員 協助患者的日常起居 當護理患者的時候 職員應該跟他保持距離 如果可能的話 避免面對面的接觸 例如站在他身旁的位置 向患者解釋每一個護理的步驟 設計互然雙向或者粗暴對待他 當患者有不適當的動作時候 職員應該按住他的手 制止他的行為 同時向他解釋當時的護理程序 其他的方法 知會家屬關於患者的情況 鼓勵他們多探訪患者 以減低他的寂寞感覺 職員應該向上司和醫生回報 並作紀錄,以便跟進 林伯和太太同住 因為年輕的時候 一次被女人欺騙的經歷 令他對人不信任 所以太太外出一會 都會被他指為不忠 他經常寸步不離地禁止自己的太太 亦都因為這樣 他們經常吵架 但他認為自己這樣沒有問題 所以拒絕接受醫生的治療 傻瓜,靜家家把東西放在哪裡 這女人個個都是這樣 一個二個都經常想欺騙我的錢 你幹甚麼 反過來生氣嗎 你剛才去那邊來 又是認識林人嗎 一早就去哪裡了 我便約在隔壁屋幾個人去喝茶 叫你你都不去的 隔壁屋 隔壁屋誰 你別作故事 你在外面認識了甚麼人 你別以為我不知道 你很痛 你放手吧 痛嗎 那你知不知道要解僱 你說甚麼 你幹甚麼 下來吧,很危險 你的女人個個個都是這樣 有無一日子去玩些不三不四的男人 你以為我就是你以前的女人嗎 我都跟走了你很多年 我哪有騙過你的錢 那女人已經走了幾年了 你只是把紀錄的東西放在心裡 我警告你 下一次再靜雞雞走出去 我咬你了 你再靜雞雞走出去 你再靜雞雞走出去 你再靜雞走出去 在問題發生的時候 我們會嘗試找出 A. Antecedent Activating event 前因或導火線 患者以往受騙的經歷 令她對女性失去信心 甚至連她的妻子也不信任 另外,患者因為癡癌症 引起有其他妄想的精準 B. Behaviour 事發時的表現 經常懷疑太太對她不忠 C. Consequences 行為所產生的結果 動手打她的妻子 或者是跟她的妻子吵架 以及要求她的妻子寸步不利 接著我們可以配合CDE策略 以有系統地計劃治療方法 處理方法 C. Communication 改善溝通技巧 教導妻子不要跟患者 在這件事上去爭論 這樣做通常不能夠減低患者的疑心 D. Distraction 轉移注意力 多用其他方法轉移她的注意力 其他方法 如果情況是不受控制的話 建議她的妻子 尋求精神科醫生的協助 如果是有暴力情況出現的話 應該報警求助 長嬸患上了初期痴呆症 她和丈夫和女兒一起住 最近家人發現她經常不肯洗澡 就算洗完澡之後 也不肯更換乾淨的衣服 也經常穿同一件衣服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她經常和女兒吵架 媽 是 什麼事 怎麼樣 你在裡面洗澡 洗澡 洗澡得怎麼樣 要不要幫忙 可以了 我可以搞得定 你千萬不要進來 你煩 整天都洗澡 洗澡 我剛剛就洗澡了 媽 你去洗澡 你去幹什麼 你叫我洗澡 那我剛剛洗完 你要用廁所 那我出去 媽 你又騙我了 你整天都不願意去洗澡 還有 你的衣服 穿了很多天 你都不去換 衣櫃裡面有很多衣服 我都在 好啦 我這麼大個人 用不著你教我怎麼洗澡 難道你說 媽 媽 在問題發生的時候 我們會嘗試找出 A. Antecedent Activating Event 前因或導火線 由於患者記憶力衰退 往往忘記自己是否已經洗過了 或者不在意身體是否已經有足夠的清潔 另外 外於面子的關係 她也都拒絕女兒的管束 因為這樣代表角色調換 B. Behaviour 事發時的表現 她拒絕衝浪 C. Consequences 行為所產生的結果 結果和女兒吵架 媽 剛剛買了件衣服送給你的 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你一定會喜歡的 不如這樣吧 我們進洗澡房試一試 然後跟爸爸一起出街吃飯好嗎 好啊 好啊 然後我們可以配合CDE策略 以有系統計劃治療方法 C. Communication 改善溝通技巧 首先 建議女兒改善溝通技巧 設計將患者當成小朋友 公看待 尋找適當的機會 例如患者心情較佳的時候 引令患者去洗澡房洗澡 有時患者會因為自尊心和面子的問題 做甚麼決定都不允許別人過問 可以嘗試不直接叫她去洗澡 或者跟她聊一些她有興趣的話題 唱一些她喜歡的歌曲 慢慢帶她去洗澡房洗澡 當你帶她去洗澡房之後 她或者會主動提議洗澡 這些是部分痴癌症患者對環境的自然反應 或者叫做stimulus file的行為 有些照顧者會用水輕輕地整濕患者的衣服 然後在旁邊放下乾淨的衣服 有時患者或會堅持不換衣服 不要爭論,只要答應 等她在不為意的時候 靜靜地把舊的衣服收起 放下新的衣服 患者會自自然地換上她 其實很多時患者都不記得自己 原先穿的衣服是什麼樣子 二,環境的配合 要檢討洗澡環境的安全設施 缺份安全設施會令長者 在洗澡的過程中缺份安全感 導致她拒絕洗澡 可以播放音樂或者使用香氛 營造一個輕鬆平和的氣氛環境 避免令洗澡的過程太緊張 其他的方法 買衣服的時候 可以同時買兩套相同的衣服 以作替換 利用患者喜歡的飾物或者衣服 鼓勵她們去裝扮自己 鼎叔是中後期的痴癌症患者 她經常留在家裡 對任何事物都失去興趣 她的女兒更加發現她經常都自言自語 好像跟別人聊天一樣 最近她的家剛剛裝修完 女兒就發現她出現了一些錯覺和焦慮的現象 令女兒十分擔心 爸爸, 家庭剛剛裝修好了 你看看你喜歡嗎 誰來的… 爸爸, 沒事了, 不用怕 女兒, 有賊 還在那裡走, 躲起來… 爸爸, 你看真點 樣子是你自己 是誰來的, 旁邊的那個是我 蛤? 這個是我來的? 那個是你嗎? 嗯, 很厲害 我扶你過去坐, 不用怕 好啊 阿昌, 你來了 你先坐一下 讓我有個護衣服, 才出來招呼你 好啊 爸爸, 拿完衣服給你換 好啊, 水浸啊 你呢? 沒過, 地也沒濕 爸爸, 替你過去換衣服 我不下地, 我不下地 你看, 你的腳都濕了 還叫我下地? 整天整個房子這麼濕 那些水喉又不關緊 又沒有人在地上 想試死我嗎? 爸爸, 但地沒有濕的 替你過去換了那套衣服 不要了… 過去換了那套衣服 不要… 你看, 真的沒有濕度 不要… 在問題發生的時候 我們會嘗試找出 A, Antecedent Activating Event 前因或導火線 患者的認知功能 和視力敢衰退 加上不熟悉的環境 和新居有反光的布置 例如… 櫃門、地板、玻璃的裝飾等等 容易引起錯覺 B, Behaviour 事發時的表現 患者產生的錯覺 以為有差入屋 C, Consequences 行為所產生的結果 患者覺得害怕和驚慌 更加產生畏縮感 接著我們可以配合CDE策略 以有系統計劃治療方法 處理方法 E, Environmental Modification 環境的調色 盡量擺放或者熟悉的物件 不要隨便改變家中的擺設 避免在家中設置有反射效果的 裝飾擺設 好像反光的地板 還有有時可以將鏡子用布遮蓋 其他的方法 如果情況是不受控制的話 應該尋求精神科醫生的協助 透過以上的個案 希望大家對老人痴癌症 所引起的相關行為問題 有進一步的認識 不過上實的例子 並未能夠涵蓋所有情況 如果有任何疑問 我們建議盡早尋求醫生的診斷和治療 以舒緩病情和減輕照顧者的壓力 至今